三代同堂的社会逐渐因为电子化而视为 南投邮局日前在光华国小特地举办 三代同游乐无穷的活动 有亲子爱心卡以及亲子彩绘等传观游戏 参与的家庭非常多 祖孙三代一同参与气氛温馨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借此活动活络祖孙三代情谊 也让社会更温馨 南投邮局日前在光华国小举办 三代同游乐无穷活动 参与的家长亲子十分踊跃 多是祖孙三代共同携手参与活动 首先安排的活动是排的演奏 以及让孩童写下感恩明信片 还有亲子彩绘活动 内容充满头绪现场一片温馨 有鉴于我们的社会来讲的话 目前的大家亲子之间的这一个感情 由于这个电子化的时代有点疏离感 那我们为了要找回我们以前的一种亲子之间的一个感情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社区 发挥这个社区的这一个力量 那结合各地的社区来办这一个活动 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说 凝聚这个社会的向心力 然后提升这个亲情 提升这个孝道 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和乐 所以我们今天来办这一个活动 那中华邮政本来就是对于这个社会公益 社会的活动 还有这个人与人这个亲情的这一个提倡 我们都是一直持续地来做一个关怀 参加的民众都是三代同堂共同参与 场面充满温馨 一位民众表示 难得三代同乐可以借此增进亲子间的情感 除了就是说像他目前在表演的一个部分 可以让我们了解就是在老人社会当时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像刚刚演奏的歌曲的内容一样 站在高纲上 然后让我们的年轻的一辈知道说 我们老人家在那个社会环境的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那接着呢就透过第二个就是我们青年人的部分 就是可以透过亲子的游戏闯关的部分 然后做沟通了解 然后完成我们最后的一个目标 那接下来就是幼儿的部分 就是在做一个DIY的亲子的一个活动 是在一个就是制作一个卡片的部分 那这个卡片的部分呢 让我们小朋友透过图画写字 然后表达对爸爸或者是对妈妈 还有阿公阿嬷的一些感情的流露 这是最主要整个活动让我们觉得最温馨的地方 议员曾正言也到场鼓励参与的家庭亲子 并肯定邮局办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走入社区邻居里 也曾经家庭亲子之间的互动 感情更加融洽 其实我们南大幼儿的办成三代同堂热无穷 这个活动用说真的好 走入社区 走入地方 走入社会 让我们的幼儿和地方社区 林志旅可以帮大家赴上 对幼儿局真的亲切 三代同堂热无穷 就是说整个家庭就是要以和为贵 家庭也要两斤 这是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共同的地方 南投邮局举办的三代同堂热无穷活动 利用明信片写下感恩的话以及闯关游戏 内容有趣 参与的家庭相当踊跃 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借此活动能够镇进三代同堂的情感 让家庭更和谐 社会更祥和